好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文型巨型 第一个字 意思是我用电脑看电影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后边的部分 这个你们应该可以翻译吧 看的意思 那么看什么呢 用这个O来表示 映画是电影的意思 所以那看电影是映画を見ます 那么用什么方法工具手段看电影呢 用这个D来表示 パソコン是电脑的意思 电脑 严格来讲的话 这个パソコン是个人电脑的意思 可是没关系 电脑 使用电脑 这个D 我们已经学过了相似的用法 就是第五课的时候 交通工具加上D的用法 你们还记得吗 表示手段方法 是不是 可是呢 可是呢 这个D不仅仅用在 交通工具上 其他的工具也可以用 所以呢 パソコンで使用电脑 映画を見ます 看电影 好 那么第二个抽策 私は木村さんに花をあげます 意思是 我送花给木村 好 看一下后边 花をあげます 花是花的意思 汉字是一汉的 あげます是给的意思 あげます 给 我给你 あげます 好 あげます是给的意思 那给什么呢 用这个O来表示 花をあげます 给花 可是呢 翻译前汉字的时候 给花是有点乖乖的 是不是 所以呢 应该翻译前送花 送花给谁呢 用这个你 来表示 你有很多用法 是不是 这个你 比较稚圈的动词 上げます 还有呢 か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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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衛中方 就是自衛的意思 はい 教えます 这样的动词 就是 我从这里提供信息啊 事物啊 有关的动词 的时候的推称 用这个你 来表示 好吗 好 那么第三个字 私はカリナさんに チョコレートを もらいました 意思是 我从カリナ那里 得到了 巧克力 好 先看一下 后面的部分 チョコレート 是巧克力 もらいました もらいました もらいます 是收到 或者是得到的意思 もらいました 所以 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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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呢 用这个 我来表示 打到了 巧克力 那么 从谁那里 得到了呢 用这个 你来表示 カリナさんに 好 那么 这样的动词 もらいます 得到的意思 配用 那 カリナス カリナス 的意思是 借る的意思 カリナス 配用 那 習います 習います 是从别人那里 学习的意思 这样的动词 这样的动词 就是从别人那里 得到 这样的动词 的话 这个的推向 你 用你来表示 这个你 可以 换钱 から から 也可以 所以 カリナさん に チョコレート を もらいました 也可以 说 カリナさん から チョコレート を もらいました 好 第四个 就是 私は もう メールを 送りました 意思 是 我已经把 电子邮件 发过去了 首先 看一下 后面的部分 メールを 送りました メール メール是 电子邮件 的意思 电子 邮件 送りました 送ります 的意思是 送的意思 还有 寄的意思 寄了 发过去了 寄了 寄了 什么呢 用这个 OLY 票 寄了 电子邮件 那么 も 这个 も 是 已经 的意思 已经 所以 这个 就是 も も せません ました 经常 一起 使用 表示 这个 行为 已经 结束了 的意思 明白了吗 好 好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